是誰能讓台下的學生精神抖擞 紅糖大笑 原來是相聲界知名藝人 阿美族的宋少卿來到了桃園復興 鄉介受國中演講 用生動活潑的方式 逗得學生哈哈大笑 由桃園縣原住民部落大學 推動的青少年自主教育生涯規劃活動 邀請到阿美族的宋少卿 來分享人生故事 讓學生有更多的啟發 在資訊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的孩子們他們怎麼去認識自己 怎麼去面對自己這件事情變得很重要 那麼我也就希望能說 利用透過自己的一些生活經驗 透過自己的一些成長過程的歷練 來告訴他們 能夠多提醒他們 可以看到宋少卿演講當中 用大動作的肢體演出 傳遞人生當中重要的處事態度 而愛唱歌的他還秀出了好歌喉 博得台下熱烈的掌聲 也讓學生從中呼籲良多 學到了很多就譬如說尊重別人 還有要去光緩 重點就是那個老師教我們說要去聽自己的聲音 還有別人的聲音 讓我們學到很多 他講話就是很好笑 就演講的時候很生動 就不會像之前一般演講就覺得有點無聊 所以他這樣講的話我們都可以了解到 他要講的東西內容會吸引到我們這樣子 學生們從大螢幕中看見宋少卿說像聲的功力 更從演講的互動當中 真實體虧到宋少卿的幽默 讓每位學生印象深刻 記得怎麼這麼慢慢要 桃園復興採訪報導 評審 Hadi she essays Dass Sie hear from me at the end of the strata 謝謝 謝謝